在我国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已经覆盖了超过10.3亿人 其中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达到了3亿人 那么目前我国养老保险金的基金运行的是否平稳 能不能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呢 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人设部相关负责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我在这里可以明确的表示 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能够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李中表示 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 人设部对部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 实施环缴社会养老保险费政策 进一步减轻企业经营压力 文港纾困 经过反复测算 通过采取多种措施 总体上仍能确保基金运行平稳 全国社保基金有超过2万亿的战略储备 也划转了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最后基本上仍atan的避佛 就要制定保险 太阳失败了 逾设号